SpaceX公司的CEOIO马斯克有一个愿景,他将尽快把人类送上火星,今年当略英号Self and Heavy发射并将一辆特斯拉Tesla的汽车扔向小行星代时,他已经在世界上大受欢迎,这枚重新火箭将会被马斯克进化到火星探测计划所削弱。 他说,这将会把殖民者带见红色星球的舰队,虽然到达火星本身就是目的,但还有另一个令人羡慕的理由,如果人类仍然局限于这个星球,科幻小说里充斥着反乌托方的地球未来,有深刻影响和世界末日电影的小行星装机,以及许多其他自然和人为的灾难,火星或外星星球会是地球眼灵吗? 黑暗的未来和殖民其他星球将被包括在DNC月境,在穆斯卡梅隆的科幻小说中,科幻小说启发了第一批探索地球之外的火箭先锋,罗宝特哥达德在20世纪初推动了业太火箭的发展,他显然是这个流派的粉丝,因为他自己写了一些科幻小说,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火箭是由 是记得,他小时候喜欢科幻小说 在20世纪50年代,与迪斯尼合作创作,关于太空悲行的教育电影 快速浏览一下太阳系,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原因,科学家,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应该从科幻小说中获得一样 关注地球的未来,月球,火星和附近的许多部空气卫星到处都是陨石坑,这些来自太空岩石和其他小世界,它们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撞进了月球和地球表面 如果你认为地球是不受影响的,因为它厚厚的大气层,想想恐龙,大约在6600万年前 当一颗大的小行星,混会星直径,在10到15公里,6.2到9.3英里的时候,撞进地球 我们刚刚度过了,车里亚叶斯特五周年纪念日,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上,一个17米56英尺的小体发生爆炸,造成许多人受伤,玻璃碎片造成财产损失 MESSA确实有一个积极的小行星搜索计划,和一些一个小行星威胁地球的计划,但即使是为那些入侵者做准备也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可避免的威胁,在大约40亿年或51年的时间里,太阳将会膨胀成了一个红巨星 因为它耗尽了所有的汗,当恒星膨胀时,它将吞噬水星和金星接近地球 我们的星球将被烤成一个翠子,从它的轨道飞扔出或者完全吞噬,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这对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来说都是坏消息,但是为什么科幻小说让探索看起来比现实生活中更容易呢 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心态,我们在这里,大约500年之后 尼古劳斯哥白尼他说地球绕着太阳转,大多数人仍在谈论地球是世界 而我们上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天空,大多数人仍然有这个地心观点 它地球在太空中,我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思考这个事实 通过见地轨道和月球进入火星的方法是循序渐进的 太空探索这种方法,类似于高索路易斯科克拉克,就走了 100英里,160公里以外的密西西匹和核动在下,一群探索加进一步向性移动 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空间如此重要,他与某个小村庄里的某个人比较 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 所以他主张到别处去寻找资源,知识过一个我们在地球上找不到的安全的避风港 经济旅行将是终极的梦想 但同时,我们应该关注我们手头上的东西 火星,他离我们足够近,可以使用今天的技术 最重要的一步是决定你想要做这件事 这是埃文·马斯克·艾伦·马斯克所采取的戏剧性举措 哪里还有人想这样做 但是作为一个机构,他已经一拖再拖 提供每一个借口的政治阶层不接受挑战 作为一个计划他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干出了这一计划 他从那时起就开始大力推广 主张直接飞到火星 在航天器的轨道上进行最小或没有轨道的组装 使用目前的推进系统 一艘宇宙飞船,可以在六个月内到达火星 这是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的标准旋转 第一批任务将为那些旅行者提供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物资 如食物和水 但是早期的旅行也可以带来建筑 所以以后的任务可以更多的生活在陆地上 比如说是火气息地 第一个火星旅行者可能会吃更多的肉 而未来的几代人会因为手头的资源更加吃素 火星协会的火星沙漠研究站和火星汇集研究站的气息地 使用来预览真正的红色星球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返回的车辆包括有火星二氧化碳和水制程的推进器 特别是用来产生甲烷和氧气的燃料 多古人说这是最便宜的推进器组合 只有氢氧困和能提供更好的排气速度 但是火星有一个大问题 它和地球不太一样 当然人们可以利用技术来管理风险 它的白昼也与地球的白昼相似 但地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 火星的空气不透气 如果水存在于表面 那么它的数量就会非常少 月球上的情况更糟 它有六分之一的地球引力 比我们的地球更长的昼夜周期 而且没有空气 史密森学会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退休馆长 罗杰拉尼乌斯 罗杰拉尼乌斯说 它们不是我们必须要大量殖民的地方 它预测 到本世纪末 月球或火星可能会有研究战 类似于目前在南极洲的情况 但为了真正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家园 我们将不得不跟随太空堡垒卡拉迪加 Betro Staglectic的领导 寻找另一个地球 因为 否则 孩子们将会出生在月球或火星环境中 其引力小于地球 罗杰拉尼乌斯说 当人类为地球建造时 这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发展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 如果我们不找出一种比光速更快的方法 或者用一种方法来维持宇宙飞船超过几代人的速度 那么很快就能找到其他的星球 那里可能存在着第二地球 这将是缓慢的 另一种可能是通过冬眠来延长宇航员的寿命 像电影《拜星人》和《阿法达》中所做的那样 或者成为一种类似星际离航的机器人 将机器人融入人体以延长生命 不可原科学科普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